光复乡公所争取获得公益彩券基金支持 从去年开始推办部落传统饮食文化的体验之旅 而今年度特别以阿美族野菜为活动主轴 办理你来野菜行一日体验 参与的游客民众从野菜的认识采集 延伸到在地部落文化体验 让游客民众直呼不需此行 从光复乡传统市场内部落伊纳门设置的野菜专区 采买回来的野菜、苦茄甚至剑笋等食材 泰巴朗红糯米馆人员带领游客制作原住民版的春卷 以及煮一锅野菜活锅新鲜美味 不禁令人食指大动 这是光复乡公所办理的你来野菜行的一日体验活动 光复乡今年度以阿美族野菜饮食文化为活动主轴 办理你来野菜行一日体验 一推出就立刻秒杀 参与的游客民众也从野菜的认识采集 延伸到在地部落饮食文化的体验 让游客民众直呼不需此行 事实上光复乡公所为了推展部落餐饮文化特色 从去年开始争取获得公益彩券基金的支持 结合公关公司部落共同办理部落小旅行体验活动 从去年度的建筍体验之旅 到这一次走读光复乡部落野菜世界 再再都受到游客民众的喜爱 乡长林清水表示 透过每一次的实际运作盘点资源 修正再规划 让部落小旅行及体验游程能更加完备 进一步提升部落的产业收益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 记者是玉兰光复采访报道